付出的題材 佗仁 劉仁 二十六頁 在这地方 換掉其中一個脂肪酸 好 就是保留甘油 保留脂肪酸 好 那脂肪酸一樣 你可以選擇這個比較長電的或者是短電的 你也可以選擇飽和脂肪酸或不飽和脂肪酸 那換掉的這個位置呢 我們去掛上那個磷酸根 一般無積物的酸呢 一般無積物的酸呢 基本上都會比較明顯 是具有偏清水性 好 所以 以磷酸的分子量的規模來講 其實跟甘油酸差不多 那脂肪酸的分子量答案相對還是比較大 那掛上磷酸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巧妙的 你看這個二十六圓最上面 這邊有稍微比較詳細一點的 這個分子的這個架構 你把磷酸掛上去之後啊 就可以巧妙的改善的甘油這個附近 這樣這邊呢 會有比較明顯的心存性 那可是 紫薄酸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相對分子量比較大 所以這邊的電子還是比較分散 那仍然會保有它比較明顯的酥水性 OK 所以 這樣的一個比較尷尬的情況是說 你同一個分子 可是有一頭呢 比較明顯具有清水性 那剩餘的部分呢 比較具有酥水性 那如果你把它丟到那個水裡面 或這個東西出現在這個生物體面 這個環境當中 那這個分子到底怎麼跟水分子共存 因為這一頭 這一頭可以跟水分子共存 這一頭基本上是不行的 它跟水是互斥的 對不對 好 所以以前就有畫過 現在不用畫了27列的上面的地方 好 第一個 就是 如果你現在呢 假設用一杯清水來看的話 或許那個 離子分子呢 在量不多 然後不要去干擾它的情況之下 OK 也許它 因為它比狀還比較輕 所以很有可能可以 它在這個水面上 然後形成那個薄薄的這個油膜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可能性 那如果你去劇烈攪拌呢 劇烈攪拌之後 那或許它就會形成 微子體 就是一顆紙質所做出的球 那這顆球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乾油的這一頭 我用黃色 就不點那個點的 那個乾油的這一頭 因為外面是水 所以乾油的這一頭呢 錶都在外面 那裡面呢 都是指方酸 兩隻腳的部分 所以這顆球的內部呢 是輸水性的 但是呢 錶面呢 基本上是清水性的 這樣子的形式 也可以允許它在水 這個環境當中 我現在指的是說 那這樣的排列方式 它會不會散掉 不會 對 因為一般 我們要加速那個 溶脂的溶解 攪拌還是一個 常見的技巧嘛 所以 也許在攪拌的這個過程當中 零脂會開始自行聚集 那當然 這個是它的特質 也沒錯 只是說 對生物來說的話 那我們更好奇的是 這個東西 對生物有什麼樣的 更好的這個用途 所以後來才發現 原來如果你把零脂呢 做這個方式的安排 好 想辦法讓零脂的脂肪酸 對著脂肪酸 說而酥水的這一頭 對著酥水的這一頭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形成一個 酥水的內部 那表面露出來的 這邊 甘油朝外 甘油朝外 所以 上下表面呢 都是屬於清水的標程 好 如果你只看它自己這樣子排 當然合理 因為 輸水的部分比較忌諱 會碰到水分子 所以我們讓那個脂肪酸可以的脂肪酸 這當然是一個好處 但狀況是這個排列的方式 它不能輕易的散掉 會輕易的散掉就沒有利益了 所以這個還要再回過頭來去看那個細胞 細胞裡面什麼東西最多 細胞裡面它是水最多 所以如果水最多 那麼下層的臨時的甘油這一頭 對不對 跟水分子共存 因為這個是合理的 所以還要再看上面面 對不對 絕大多數的細胞 它的細胞化其實也可以輕易的接觸到水 所以 脂霜層 當排列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架構呢 稱為脂霜層 我白話的說法 雙層 脂質 雙層 零脂 你不能只看字字字字 你不能呼不論說 那這樣排斥 一切都能完美 其實這個前提還要看這個細胞 剛剛好 細胞的內外還是以水最多 所以這個夾心餅基本上 材料可能會穩定存在 不會散掉 另外 你看 當細胞的表面 你給它一個極度乾燥的這個條件之下 對不對 你那個細胞膜的架構還可以維持正常嗎 就很不容易了 那幸好 絕大多數的細胞動面這個困擾 比較有困擾的 它會做特殊處理 比如說你的皮膚 對不對 不管它願不願意 它會握在這表面第一層細胞 它就是要直接面對空氣 乾燥這個條件 所以它要不要特別處理掉 你看植物的那個 葉片的表皮細胞 對不對 要不要做特殊處理掉 所以 像植物的葉片表面用什麼 用辣子 對不對 我們的皮膚表面會有皮膚一層 嚼實 爛白 這個都是因為它的位置就特殊 沒辦法 所以它只好另外尋求解決知道 那其他細胞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困擾在 所以 紫雙層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當這個架構形成的時候 假設原來水是一個連續性的環境 我現在做了一道障礙之後 或做了一道界線 這時候就可以有效區隔 把水區隔成不同的這個空間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今天我可以界定出 我可以用這個界線去界定出細胞的內外 我可以用這個界線去界定出 細胞核 保護遺傳物質 然後這是細胞外 不是 細胞子 這是核外 核內 對不對 然後 比如說 今天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構造來去 以供特定的化學反應需要的條件 有沒有 所以我們先講說 對細胞來說的話呢 如果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材料 是對他來講的很方便 我對細胞來說 我建立一個細胞的最外圍的界線 對不對 對細胞內來說 當我不同的化學反應 彼此可能有干擾的風險的時候 我幫他們創造獨立的空間 那這時候化學反應的進行 彼此互相干擾的可能性 就可以降到最低 所以這個子雙層膜 就變成是細胞出現膜的一個最基本的架構 那它的最基本材料就是頂紙 所以那個26元中間的地方 這應該畫得還蠻漂亮的 就是頂紙 所以上下表面都是清水層 而中間是輸水層 所以這個界線基本上 對細胞來說當然是一個很討厭的材料 當然也造成了一些困擾 就是如果你這地方是輸水層 可是問題是 通常會進出細胞的化學物質當中 其實很多 要嘛是水 再來就是清水性的物質 所以將來呢 當細胞要面臨物質進出的時候 確實會有一些困擾 但是有解決的辦法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蛋白質 對不對 所以細胞膜當然不會只用了離子 這會使得它的功能不足 對不對 光是應付物質進出這件事情就很困難了 那那個蛋白質可以幫助解決 OK 所以 三分剛有始 我們再進一步把它轉變 這個之後 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東西 雖然它不是拿來作為能量的消耗品 對不對 但對細胞的架構來說的話 其實貢獻非常重要 所以一般我們畫底子也是畫這樣 一個小圈圈、兩條尾巴 那記得 那個脂肪酸的材料 其實完全看這個細胞 當初它攝取的什麼氧酸 或者它自己也有什麼樣的脂質的合成能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26月下面那個 不是25月回到25月 所以 比較有變化 成分比較有變化的脂質裡面 像臉質 對不對 我們保留1分子的甘油 2分子的脂肪酸 然後呢 外掛一個鈴酸 對 這個就是細胞膜的主成分 對不對 好 另外呢 脂質可能可以再跟其他的有機物 做進一步的結合 比如說 含類跟脂質 也可以掛在一起 那細胞會做這個東西 一定有它的目的在 那 比如說脂質可以跟那個蛋白 又可以掛在一起 脂蛋白 比如說 你可能在廣告上面有聽過 什麼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跟心血管的健康有關係 等等 脂蛋白 脂質也可以跟蛋白掛在一起 那另外留意一下 蠟其實也是脂質 蠟基本上呢 它其實是高分子醇類 以及脂肪酸 酸是混合物 所以一般那個蠟燭 或者是那個剛剛講的植物的 表皮細胞所形成的那個蠟質 其實都是屬於這種性質 那另外要特別去留意的 其實是固醇類 俗稱的類固醇 比較建議把那個類放到後面去 這樣看起來文字上比較合理 所以固醇這類化合物裡面 將來一定要背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講內分泌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留意一下 比如說性線激素當中 像是高骨頭跟動性素 其實他們的化合物都是除固醇 然後那個腎上線皮質素也是 然後另外你最常聽到的 應該會是這個膽固醇 所以看一下25月右下角那個分子結構 那就是一個膽固醇分子 所以你要講說膽固醇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質 它上面就是有很多的小圈圈 那這些小圈圈並起來 那某些地方你看左下角跟右上角 尤其是左下角 左下角是有一個牆跡 所以膽固醇有一個特性 這個地方帶有牆跡 所以它微微可溶於水 但整體上還是比較偏紓醇 所以膽固醇在血降脂的環境當中 濃度太高會造成什麼困難 因為水這個環境裡面 你血脂濃度太高 它像這種東西 它會去抓它的性質相近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那個血液當中這些脂質 如果膽固醇就要血上脂質濃度也很高 所以就開始去 對不對 就可能會去成一些比較大的這個瘤石 這個對血液來說當然這個品質上是不好的 就是血脂太高 那膽固醇太高基本上就會有這個特質 跟你說它真的不好嗎 其實膽固醇對我們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 它是我們在選擇讓細胞膜 膜性可以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齡齒分子的排列有一個缺點 比如說如果你現在選擇兩次角都是直直的時候 那那個瘤石比較能夠排的靠緊密一點 那你會講說這樣的話 這道槍不是比較堅固嗎 可是不行 因為還要考量到物質進出細胞 所以其實我們會希望那個細胞膜下面的瘤石 它的移動性好一點這樣 不要說非常好 就是那個自由度可以高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用那個直直的腳的話 那可以靠的比較近 那你會想像上這個膜可能會比較黏一點 所以怎麼樣可以讓這個瘤子分子的動態比較好 OK 所以我們適當的增加瘤子分子之間的間隔 所以怎麼增加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發現腳歪是好事情 如果說大家都把腳歪出去的話 那瘤子分子之間的距離就可以適當的撐開 但是又不至於太遠 所以有一些生物呢 它們在細胞膜上面脂肪酸的頻率 它們會去盡量增加那個不飽和脂肪酸的頻率 來撐起那個瘤子分子之間的距離稍微大一點點 那這對我們來說的話我們有困難 因為我們投降的直直通常會比較偏向於是那個直鏈 就是那個飽和脂肪酸性的 就是直通通的 那這時候瘤子分子之間距離就不夠啊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策略 就是在這地方去加瘤子 那這個瘤子就有可能是軟固醇 所以軟固醇是很多動物用來添加在細胞膜上面 因為它一樣是直直對不對 所以直直放在直直 我們在酥水環境中放個軟固醇進來 這邊應該還可以接受 那放進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適當的把這個瘤子分子之間距離撐開 對不對 用這個技巧其實也可以是那個流動性 所以它對我們來說 適量的情況之下它是有用的 對我們來說有一些其他的成分 剛剛講的你激素基本上可能會用到這個 對不對 然後在消化系統基本上你會用到這個材料 就是膽鹽 另外來過程進一步離子化就變成是膽鹽 那膽鹽呢基本上它就會具有明顯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以前講那個脂肪的消化 脂肪的消化的第一道手續不是直接開始分解 脂肪的消化的第一道手續是先去做什麼 乳化 對不對 就把它從那個一大團然後弄成一小滴一小滴 對不對 增加它的表面積 然後接下來加上一億的紙鎂去發揮功能 這樣的話分解的速率才會比較好 對不對 那來過程就可以做這個功能 就像這樣子 就是假設這裡面有一些油脂 對不對 那我利用膽過程去把這個油脂給包起來 包成一小滴一小滴的 那當然這個地方要配那個消化器 那個消化道的這個活動 OK 接下來看到後面二十六頁 所以功能上面來說的話呢 當然能量消耗是一個很基本的 所以很多生物在能量的儲存上面 一 可能會選擇多攤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有可能會選擇紙質 比如說三酸甘油脂 就是一個能量儲存的常態 那你國中就背貨 一顆的紙質大概可以產生九千卡的能量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基本面然後扣除掉之後 接下來剛剛講的零脂 由中性脂這個演變而來的這個化合物 對於形成細胞的這個架構來說 當然貢獻很大 那其他比較特殊性的這個功能的部分 比如說像激素 或者一些其他的這個特殊有盒 這樣子 就是訊息分子 好 那所以紙質的部分的話呢 大概我們就到這邊 就是比較重要的功能稍微留意一下 那二企業這個地方就是有一些圖可以參考 那二十八頁的地方 這樣應該更可以看得到 你看二十八頁最上面 右邊那個就是飽和脂肪酸 對不對 整個分子的這個走向呢 就是直通通的 然後左邊那個呢 基本上就是不飽和脂肪酸 然後它出現了一次的雙腱 那因為這個雙腱的出現呢 它的分子的走向呢 到那個雙腱的地方就會重新轉彎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想像 你把它掛在這個定值上面的時候 它講究歪出去 所以不飽和脂肪酸裡面 一般來講 哪一類的食物可能是不錯的 不飽和脂肪酸的攝取來源 比如通常第一個動物會聯想到植物 對不對 植物性的很多油脂裡面 可能會有比較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不過也要看比例 所以植物性油是一個參考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 有一些那個魚 魚油 有一些魚油 基本上也會有比較豐富的這個不飽和脂肪酸 好像可以畢微是攝取的來源 好 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要看 下一個 三十葉蛋白子的部分 然後我們要看 很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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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增іш 好 雖然我們現在在談的是細胞的化學組成 但是蛋白質這個稱呼其實還蠻有生物特質的 一般在化學上面他們其實比較不會去直接用蛋白質這個稱呼 因為有一些原因 後面最後結尾的地方會提到 然後所以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蛋白質我們發現它跟另外幾個有幾乎很像 就是它有功能的時候 常常都是用很多相似的小單位串起來的 OK 那它的組成的小單位叫氨基酸 那這個架構就有一點類似就是說 我今天要做多糖的時候 那我需要去找適當的單糖來串連 好 往後延伸呢 那我們要去做那一些DNA 好 NNA的時候呢 然後就需要適當的核幹酸來串連 而且常常這個單元的樹木呢 這一口氣可能都是幾十個 甚至於上百個 然後多糖有時候那個單元樹木呢 是用幾千個來算 所以在我們情況之下呢 就會讓這個生物體內的有幾乎呢 常常出現一個很大的這個特質 像多糖 像核酸 對不對 包括像大白質 這幾個分子呢 通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就是分子量非常大 所以一般如果你有聽到那個生物體內的大分子 那個大大概都是這種分子 就是比如說電粉乾糖 纖維素這種分子量幾乎都 連化學式分子式都很難顯得出來的那一種 我們可能只能表達出它的單元素 要去交代那個原子的組成細節 有點困難的那一種 然後那個核酸也是DNA的長度 你看那個一個細胞裡面的DNA接起來 可能就有一公尺以上的這個實力的 那蛋白質那個平均值來說的話 像那種50個上下的這個氨基酸的 那有一些比較大型蛋白質 甚至於可以到將近200個的 所以這種分子規模的話 絕對不是一個土糙糖 那個什麼氨氮鹹基等等 甚至於比起一般的無積物來說的話 那絕對是大很多 所以一般如果你有提到大根子的話 大概不外乎就是多糖核酸蛋白質 那勉勉強強這個東西也可以加進來 可是真的要比的話 中性質那個酸酸甘油質其實沒有大到多少 因為一個甘油然後掛三條尾巴 對不對 你就算這三條尾巴 每一個都有20個碳也還好而已 所以這個的話其實稍微少一點 所以如果這個不坦的話呢 多糖核酸跟蛋白質這些大根子 又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他們常常都是什麼 他們常常都是天然聚的物 因為你用了相同單位的小單元 然後再把它們串連起來 對不對 那是聚合物的這個特性 所以這個聚合物當中 多糖的組成單元叫單糖 所以它是單糖聚合形成的 那核甘酸聚合形成核酸 所以氨基酸聚合就形成蛋白質 好 所以接下來氨基酸到底長什麼樣子 單糖我們前面也看過它的這個結構了 核甘酸後面要解決 所以氨基酸的話呢 通常我們會先去抓出它的核心碳原子 就是整個分子的中間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它是核心碳原子 主要的原因是 在常見的20種氨基酸當中 通常這個核心碳原子 它會同時接上氨基跟蘇基 那一個就是核心碳原子 那一個就是核心碳原子 那所以 幸好 花學很盡得的 把冠燈基介紹完了 是啊齁 這學習還有嗎 剛剛忘了去求證一下 好 所以 同時接著氨基跟蘇基的那個碳 就是核心的碳原子 那問題是因為氨基酸比較特別一點 它不像比如說我澱粉只需要葡萄糖 所以 它的單元用的是同一種 對不對 好 氨基酸呢 基本上有20種 常見的 那這20種當中 我如何去變出20種 因為 如果說 從名稱上來看 氨基酸 OK 氨基 那酸由縮基 來去呈現出來 那這樣我還要變20種 所以 這時候你要花一個空位出來 好 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叫做測鏈 好 我或者叫做殘基 也可以 我們用一個地方 產生20種變化 其實也夠了 好 那所以 利用這地方產生變化之後呢 那就表示 我還有一個位置可以去利用 那這個就看你要不要用 不用也沒有關係 不用的話呢 幫它補起來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20種氨基酸裡面呢 其實大部分種類的氨基酸 有三個核心碳原子上面 其實有三個結合物的相關 好 大部分 那極少部分的話 這個位置 它會再去利用一下 那無所謂 就是 你看看它的基本呢 就是核心碳原子 要接氨基 要接鎖基 要接鎖基 至少你要控一個控位 產生20種的變化 那這20種呢 在哪邊 31頁 所以如果你將來有念生化 端生的話 就可能會需要背 背什麼呢 端子結構 英文名稱 三個英文字的縮型 一個英文字的縮型 這樣子 然後端簡性 極性非極性 都要背 所以這個只是讓你採討一下 這樣子 現在不會背 現在不會背 就會太殘酷了 那你要被我們反對 好 所以 有機化合物 觀能基常常會決定 這個有機分子的性質 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這地方衍生出去 產生變化 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能也會影響到 這個分子的特質 當然會 所以 通常呢 我們就按照那個 測電這個地方 發展出去的這個部分呢 來去將氨基酸 再進一步的 做個簡單的性質的分類 比如說呢 有一些氨基酸 基本上呢 它是比較 那個 電子分散的 那我們就把它歸為 是屬於偏 非極性 所以現在看 三十一的這個地方 這裡總共有九個氨基酸 基本上 都是比較偏向於是 非極性的 偏 不是絕對 好 要強調這一點 它是偏 那這些非極性當中 你會發現幾乎它們接的都是管基 對不對 好 然後 所以接下來 那你既然有偏非極性的 當然也會有一些偏極性的 所以那些 常常帶著槍基 帶著烏龜殼 甚至於帶著西安基的 那這些 基本上 就可能會偏向極性 好 然後因為 這個 某些特定的官能基 比如說槍基 比較很明顯 如果你掛了 如果你掛了槍基的話 那光陽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那個沒有間接的那個墊子 那個地方就是很明顯 一個負墊比較強烈的一頭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有比較明顯的清水性 所以就稱為叫極性分子 所以這邊有六個 當作參考 好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是 你在往下 最後一排來看 你看 有一些氨基酸呢 它的氨基可能不只有一個 或它的縮基可能不只有一個 對不對 可是不管是 氨基的氮 然後 縮基的那個氧的部分 基本上都可能會讓它 比較明顯帶著急性 OK啊 然後再加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我們以前有提過 如果 如果你今天呢 把氨基酸 擺在 偏向於 酸性的環境之下的時候 那個 氨基的蛋上面 因為還有一對電子 可以去利用一下 所以如果 枝子過來的話呢 可能會讓氨基這個地方 變成是 額外帶正點 OK 如果你把它換另外一個 容易的環境 比如說這個環境呢 是比較偏減性的環境 這個時候 縮基的酸性 會表現得更明顯 這時候 縮基可能會有氫離子解離 解離出來 去跟鹼反應 所以 氨基酸自己剩餘的部分呢 就會留下 帶負電端 所以 氨基酸 因為這個為什麼要討論酸鹼 因為細胞的 細胞質通常 它會比較有一個特定的PH2 所以 一旦這樣的背景環境 酸鹼的特質決定之後 很有可能就會連帶的影響到氨基酸 它到底容易偏向帶於正電 還是容易偏向帶於負電 對不對 比如說 在人體這個環境之下 細胞質當中 假設偏弱鹼 OK 偏弱鹼 就是表示氨基酸很有可能會有氫離子解離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氨基酸或蛋白質 可能會比較容易偏負電的特性 對啊 那你看喔 只有一個縮基 只有一個氨基 都具有這個特質的 所以如果一個氨基酸 它有多的一個氨基 或多的一個縮基 對不對 所以這些帶電的特性 一定會更強烈更明顯 所以 極性當中 我們特別再把那些 那個氨基因的數目比較多 或縮基數目比較多的 然後容易 在這個細胞質這個環境 正常情況 就容易帶電的 再把它分成 它是屬於比較 酸性的氨基酸 還是鹼性的氨基酸 其實你只要談到酸鹼 通常 這一類的物質 它本身 就是比較有極性的 有時候 它本身 就已經是比較偏向於 是清水性的 那只是說 那個 剛剛中間的那一排的極性 是 它在不帶電的情況之下 它就具有極性 然後 最後這一排 基本上 它是在 已經解體的情況之下 然後 會有更明顯的這個極性 可是因為它帶電 所以我們在 依照它 到底容易帶正電 帶負電 然後再把它分成的是 偏酸性或偏鹼性的氨基酸 把它獨立出來談 你看 好 但是它跟極性的那一排 其實都很像 就是相對來說 它們都是比較容易融於水的 好 所以下一個的問題是 你的單元的數目這麼多 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用 所以 一旦你要去吃到蛋白石的時候 因為你有二十種的單元可以挑 所以 你第一件事情 就得先想好 你到底需要哪些種類的氨基酸 然後 二十種氨基酸 你不一定 二十種要全部用上 好 可是我們所發現的 大部分的蛋白石呢 它的單元數目 常常都超過二十個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所有氨基酸都使用的話 那你的單位數目又超過二十個 那很有可能 你還得再決定 那個特定種類的氨基酸 那你到底要用多少次 對不對 好 有了這些之後呢 接下來 另外一個更麻煩的問題來了 這個還只是挑材料而已 接下來 你要把這個材料呢 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 最終的一個 麻煩問題在於 那誰來決定 氨基酸的 排列順序 就以前就有講過一個觀念 你今天可以用 一二三 這樣順序來排 對 但 如果你現在 換一下順序 三二一 你是不是把它解讀 它只是我擺的方向 跌倒 因為 你看 氨基酸的兩頭 這一頭是氨基 這一頭是鎖基 對不對 所以 當氨基酸在串連的時候 它這個串連起來的分子 一頭 會是氨基 另外一頭 會是鎖基 對不對 所以 你今天這個三 如果是擺在尾巴 那它這個地方 會留下 鎖基 如果它擺在前面 那麼 它的這一頭 左邊這一頭 就會留下 鎖基 對不對 所以它的鎖基 三的鎖基 已經跑去用來跟二結合了 所以 光是材料的選擇 完全相同的情況之下 我也可以利用不同的排列組合 產生不同的化合物 這樣 好 所以氨基酸之間 到底怎麼結合呢 好 OK 氨基酸在結合的時候 它的方向性 是比較明確的 就是 通常前一個氨基酸 會利用它的 捉基 然後 來去跟下一個氨基酸的 氨基 這個地方 要準備產生新的間結 那這個間結呢 是控下鍵 所以 那 我剛剛鎖得不到嗎 來 收藏 然後 所以要結合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 可以從縮基這地方 這個碳呢 再去控一個位置出來 氨基這地方 清淡沒什麼可用性的 所以我們想辦法從氨基 在這個地方控一個位置 所以到時候 這個地方 做一點小小的犧牲 好 就可以換來 到時候 可以再 縮基的碳 跟氨基的氨 好 這個地方 形成新的工匠件 其餘地方 就沒有弄到 好 所以其餘地方不變 好 然後 1 R2 只是代表不同的氨基酸 它可以是相同的東西 也可以是不同的東西 OK 所以你只要在將來這一長串的氨基酸 串起來的分子當中 你只要找到碳氮的供架件 你就會知道 假設 我們把這個地方切開 好 當初這個供架件 左邊應該有一個氨基酸 好 就是一個組成的單元 那碳氮件的後面呢 緊接著會是另外一個氨基酸 對 所以只要認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好 但是 當初是做了一點小小的犧牲 才換來碳氮的供架件的結合 對不對 所以那個犧牲的部分呢 剛好拼拼湊 剛好拼拼湊 就可以 產生一個水分子 你看 所以這是一個 脫水 聚合的反應 你看 對啊 那我們 當然是因為需要 才需要做這樣子的一個串連 對不對 所以 當氨基酸串起來的時候 後面會提到 蛋白質在生物體內 有非常豐富的功能 當然它的種類 也有極豐富的變化 好 所以這個合成當然是必要的 好 而它的合成過程 基本上 是一個拖水聚合反應 對啊 那既然是拖水聚合反應 有一天 你想要把蛋白質資源回收 再利用的時候 OK 這時候 就要做逆反應 對不對 所以逆反應就表示什麼 當初 是這邊被犧牲 才換來胺基酸事件的串連 如果你現在要把蛋白質分解 請把當初被犧牲的部分 重新還給它 所以這時候 水就變成是反應物 對不對 所以 而且 可以預期的是 水參與了蛋白質的分解 而水分子應該就被拆開 拆成H跟OH 對不對 然後分別還給縮基跟胺基 對不對 所以水就會分解 對不對 好 同樣的 我們上次講 那個 單糖之間在結合的時候 這邊有槍基 這邊有槍基 有沒有 所以 兩個單糖之間在槍基對著槍基的地方 脫水結合 對不對 所以將來你要讓它分解的時候 這裡其實水也是一個必要給它的反應物 所以 多糖在分解 蛋白質要分解的時候 共同的特質 雖然它們絕對是不同類的化合物 對不對 好 可是 在反應的過程當中 它們都需要分解的過程當中 都需要水的參與 水會被拆開 所以 我們就把這個逆反應 就叫做水解 好 水解反應 這也就是為什麼 那個唾液 澱粉煤 它是一種水解煤 那個 消化道裡面 那個什麼 胃蛋白煤 胰蛋白煤 胰澱粉煤等等 通通都是屬於水解煤 因為這些酵素 是不是主要都是催化這些大型的有機物的分解 而這些大型的有機物的分解 或是一律都要他參加 對不對 這是 雖然是不同類的有機物 但它們的反應的基本特質 就是 水參與 水分解 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你現在 一口氣 很多胺基酸被竄起來的時候 這樣的碳碳共駕鍵 就會一再的反覆出現 對不對 所以它就變成是 蛋白質分子當中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共駕鍵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蛋白質這個稱污 通常它在生物上比較常用 純粹化學的討論裡面 通常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稱之為是一個多胎 很多胺基酸穿起來的一個分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多胎分子 基本上碳碳共駕鍵 就變成是一個特色 所以依據這樣的特質 你也可以把這個共駕鍵叫做胎鍵 這樣子 所以胎鍵就是這個地方 當然也從化學界的本質 它就是碳跟蛋的共駕結合 OK 所以最後一句話 問題來了 那 既然排列組合才是最關鍵 對不對 你材料的選擇 種類數量都決定好了 那誰來決定胺基酸的排列順序 OK 目前 然後就是 扣除掉人為刻意 所做出來的化學反應之外 一般來說 大部分的蛋白質都有生物遺傳上的意義 所以基本上蛋白質的合成 它是由基因密碼來指導或主導的 比如說你得先有這樣的基因 那到時候再透過兩道程序 就是轉度轉移 你才會得到這個大牌子 所以胺基酸的排列順序 其實不過就是反應當初在DNA上面 基因裡面密碼的排列順序 所以密碼的排列順序 決定了胺基酸的排列順序 所以密碼跟胺基酸之間如何應對 這些關係就很重要 所以這部分就到DNA這個地方再來談 好 這邊 有沒有問題 沒 好 接下來 所以三十頁下面的地方 所以蛋白質的合成基本上 它其實是一個遺傳表現出來 所最終形成的產度 好 接下來我們看那個三十二頁這個地方 那你現在只是把胺基酸串起來的時候叫波碳 那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碳叫做蛋白質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是在談那個唾液澱粉煤 我們就會講說唾液澱粉煤 它的本質的成分是什麼 是蛋白質 對不對 那如果你現在是在講說核糖體 核糖體才剛剛把那個mRNA的訊息解讀完成 一邊解讀一邊把適當的胺基酸抓進來串起來 那這時候就有一條線條 然後這條線條 基本上上面就是一個一個的胺基酸 這個時候如果轉譯剛剛做完的時候 這條線 這個胺基酸鏈 你最好只要叫它多態 不要叫它蛋白質 因為你現在再去看那個三十一頁 那個測電的部分 一旦多態上面胺基酸的排列出現之後 因為測電的關係 你不要看它只是這個地方 感覺是在產生二十種變化 其實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在某一個小段落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胺基酸 它的測鏈剛好在這個線呢 只要做一個適當的折疊 明明是原來距離很遠的兩個胺基酸 可是你把它這個線稍微折一下之後 這兩個胺基酸 比如說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對不對 你只要折到一個夠近的距離 你請問那個正負電的關係 可不可以讓它們吸引在一起 對不對 然後呢 今天呢 這地方有一個槍基 對不對 另外這地方有一個縮基 有沒有可能在這地方折回來之後 它們去形成一個清見的吸引力 這樣可以想像嗎 如果你去看那個直線 那不過就是一條線上不同位置的胺基酸 一旦你去把這個線在短距離上面折疊 因為這短距離裡面可能只有它們兩個有機會 因為其他地方可能沒有這樣的關係 好 所以當短距離上面呢 呃 胺基酸跟胺基酸之間 可以在這個多胎鏈上面呢 形成分子內的作用力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可以把它原本只是一條線 然後開始 先小規模的做變化 然後再大規模的做變化 對不對 逐漸的呢 整條線就有折成一個 比較立體的造型 好 而且這個立體的造型 它真的可以執行某一項功能的時候 OK 你現在可以用這個詞 蛋白石 所以基於我們通常會用到這個蛋白石 這個稱呼是子 這個多胎鏈其實它的立體結構已經形成了 那這立體結構的形成它是有層次性的 所以我們再把它分32頁這個地方 好 我們將蛋白石的立體結構呢 分成四個等級來討論 好 當轉翼就是核糖體 剛把胺基酸串連起來的時候 它只是一個線形分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稱為是蛋白石的一級結構 好